她用她的一生去见证如何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身为忍修女 她千里迢迢从法国来到刚刚开发的加拿大 在17世纪 一个普遍将女性局限在上夫教子的年代 她为女生提供全人教育 学习了这么多这些技能和学习之后 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欺负 想让整个人都得到一个提升 爱尝传带大家去看看 圣玛丽龟瓦如何为加拿大奉献一生 感谢观看